質樸的清水模構造的宮東教堂 獲得世界遺產現代特色建築 票選世界第一 創辦宮東高工的習志平神父 強調記憶訓練 如今校內的孩子 在國內外得到許多肯定 在老師的指導下 學生們認真專注 其實木工科在五年前才恢復招生 並且連年招滿 學生中也能看見女孩 當完成一件作品 然後把它殺光 拋光之後 然後再上棋 就會覺得說就是很有成就感 然後終於完成了它 因為中間也是歷經不少時間跟心血 我們是用木頭的結構 然後互相牽制住 所以它不需要上膠 它就可以組成一個 不會散掉的一個球體 還有一旁富有設計感的家具 都是出自學生之手 師生們堅定信念 要讓五十年的木工技術 繼續傳承下去 大愛新聞 佳佳文國家台東報導